大家好,这里是千锋教育云计算学院,我是西瓜田老师 好,这次课为大家继续来分享ASAP的知识 那这次呢,准备给大家说一下ASAP的任务控制 好,那什么是ASAP的任务控制呢? 其实在好多编程语言,你都会看到什么? Eats,判断,以及for循环这种语句,对吧? 那其实在我们的真正的实际应用场景中呢 这个playbook里边需要对这个任务的进行控制的 需要这些进行控制的 那比如说你要创建多个用户,那这个什么呀? 需要用到循环,一次创建多个用户可以用到循环 那比如说一次性安装多个包,对不对? 那当然还有,如果在playbook里边去创建了用户 并且安装软件包,并且同时又更新了主配置文件 之后呢,又让NGX呢,服务的状态出于启动状态 其实这一系列操作,看似是行云流水,没什么问题的 对吧,但是其实呢,真正执行的时候 任何一步有问题,那将导致了 导致整个playbook进行失败 有可能最终这个状态导致失败,导致爆错 那比如说我们要更新配置,是不是必须有那个配置文件啊 那目标呢,被管理主机上也得有那个配置文件的入境 对吧,那你就要有这些东西,包括那个服务状态 必须目标主机已经安装了软件包 也就是说,这些后边这两步是依赖于NGX软件包安装成功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边是,如果你这么直接写下去,是欠考虑的 那比如说行云流水一样,我们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写了一个task,写了一个task 创建用户的,然后你去创建 然后呢,你又创建了一个,对吧 之后呢,你又创建一个,这是好像是有点重复,对不对 然后还有,你还有创建了一个,你还有更新了,是吧 你安装了一个NGX,然后并且啊,这个更新了这个配置文件 之后呢,你又什么,添加了一个虚拟主机的一个配置文件 那你又启动了NGX,如果这里任何一步出错 那当,将导致这个启动失败,或者启动的效果 没有,没有那个像样的效果,OK吧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当然这是事例的一个的主配置文件啊 主配置文件,还有什么,我们的虚拟主机配置文件 那么就,这只是用的材料准备条件 OK吧,好,那这里我们说 我们所遇到的一个问题最大,就是什么 逻辑呛考虑,执行失败,没有判断,对吧 那还有批量创业用户,那一个一个罗列 这有点太繁琐了,我们应该用循环进行操作 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意义什么,一个一个解决这个问题 为引导,去干什么 去把这个我们的Icebo Playbook里边的 这种,这种循环控制呢 进行来学习一下,好吧 好,那这次课先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课程会介绍条件判断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